CBA消息 李小旭入选人才库 王牌封县签约广东 联盟老陈城主帅 报李小旭入选人才库 北京时间5月31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辽宁南岚老将李小旭成功入选中国篮协的人才库 这对于一位33岁的老将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众所周知 在辽宁南岚夺冠的那场比赛 李小旭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CBA老将的优势全部发挥了出来 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更是帮助辽宁南岚实现未免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当时李小旭的手指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病 但是他依旧选择咬牙坚持选择了隐瞒 直到比赛结束之后 李小旭才向杨明坦白了伤情 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幸运的是并无大碍 这次李小旭能够入选 除了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之外 最被中国篮协看重的正是来自老将的坚韧不拔 除此之外 对于李小旭中国南岚还有特别的安排 作为大前锋 李小旭的出现就意味着有其他球员的除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有可能被顶替的就是周鹏了 众所周知 乔尔杰维奇对于队员的基本功要求很高 尤其是投篮命中率更是特别关注 而李小旭在季后赛打出了场均7.7分7.2篮板的数据 三分命中率高达35.2% 相比周鹏实在是有太多的优势了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这次李小旭真的能加入中国南岚国家队 算上郭爱伦 赵继伟 张震林 都快组成一个首发阵容了 王牌封线签约广东 北京时间5月31日 据广东体育媒体的报道 广东南岚目前正在酝酿一场重大交易 或将在休赛期签下王牌封线球员彭世骏 众所周知 广东南岚球员的阵容 除了内线问题相当严重之外 风线问题也是很突出 尤其是在周鹏和威姆斯离队之后 广东的风线变得更加脆弱 这也是为什么在季后赛之前 朱芳宇会执意签下风线外援沙巴兹的原因 让人意外的是 因为沙巴兹并不能适应杜丰的战术安排 并没有得到广东南岚的续约 为了解决风线的问题 广东南岚必须深挖优质的本土球员 输给广沙南岚无缘半决赛之后 很多球迷将问题归结为 广东的内线无人可用 但是也有球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胡金秋一人在广东的内线翻江倒海 让球迷心痛不已 但是风线同样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无论是杜润旺还是张浩佳 根本就起不到风线球员的作用 广东南岚当初赖以生存的优势 却成为致命的短板 彭世骏其实早就符合签约CBA的条件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彭世骏选择了刘吉 刘吉的彭世骏不仅没有太大的进步 反而是因为竞技环境的原因 出现了退步的情况 总之 彭世骏的加盟算得上是广东南岚风线补强的重要举措 希望在杜丰的帮助下 彭世骏能尽快地成长起来 联盟老陈担任主帅 北京时间5月31日 北京首钢通过官方社交平台正式发布通告 目前已经确定由莱登担任首钢的主帅 在下赛季将会带领首钢冲击季后赛四强名额 众所周知 自从首钢结束了本赛季所有比赛之后 管理层立刻对南岚进行了深度的优化 其中关于主教练的人选一直备受球迷的关注 在此期间 敏鲁磊 马布里 王菲甚至李春江都被爆出要加盟首钢的消息 尤其是马布里更是被传得有板有眼 值得注意的是 首钢一开始的人选并不是莱登 也是尽可能的优先本土教练 但是纵观整个联盟 能算得上优质的主教练不在少数 但是能真正帮到首钢的寥寥无几 其实由莱登带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来说莱登在CBA多年 对于CBA的模式自然非常熟悉 另外在莱登代理主教期间 很快就扭转了首钢的局面 带领首钢一路高歌前行 虽然在季后赛无奈输给了辽宁 但是首钢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不仅如此 莱登执教之后 甚至就连谢力宾一直无能为力的内哄问题 也有了很大的缓和 其实首钢签下莱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莱登的年薪合同比较低 属于那种低薪高能的代表 根据训练计划 首钢将会在6月中旬完成集结 全力备战下赛季的比赛 期待首钢能在莱登的带领下 有新的突破